耗費一億五千多萬的金峰鄉拉灣橋 在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受到沖回中斷 到現在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 這在拉灣橋上方的居民 到現在一直無法回家居住 很擔心家裡的一草一木 以及手養的動物 希望能在過年前通車回家好過年